我的扣馬因為謝忻的一些比較不小心的疏忽 但他不是故意的 他不是故意的 然後就是把他弄 他就變天使了 女星小甜甜張可芸遭前夫指控虐狗 小甜甜9日晚間親上火線開直播 強調自己絕對不可能虐狗 雙方各說各話讓人物裡看花 而經常在個人社群平台評論時事的網紅陳怡 被網友問為何不談論小甜甜虐狗事件 陳怡也發文說明了自己的看法 以及為何對此事手下留情的原因 不過昨十日小甜甜又開直播講述自己愛狗的心境與過往 我真的沒有虐狗 也不可能虐狗 因為我從小就非常非常愛狗 之前我一直狗叫連母嘛 那不見的時候 我還把他做成海報啊 到處張貼 然後還被環保局打電話來罵 叫我把他撕掉 然後我還上了很多的節目 包括余白啊 老闆大哥行去找連母 然後後來我的控罵 因為謝忻的一些比較不小心的疏忽 但他不是故意的 他不是故意的 然後就是把他弄 他就變天使了 然後我就當然很想念他 所以我就把他 哎呦 看得到嗎 刺在我的腳上 味料當中提到曾經養的狗狗控肉 因為謝忻的疏忽所以離開變成天使 對此陳怡更曬出與謝忻的LINE對話截圖 只見謝忻氣沖沖地表示養死狗事件被小甜甜重提 認為對方是想轉移虐狗焦點 謝忻也還原當時情況 表示小甜甜當時根本不在家叫我去他家餵狗 我抵達現場時他的狗已經死亡 如果我沒去呢 根本沒人知道他狗死掉 然後在節目上拼命講狗被我養死 謝忻透露小甜甜有時候去大陸工作 一離開就是一個禮拜 晚上都是我拔屎拔尿還說我把狗養死 講到激動處謝忻更料化 直言我不想再跟他有任何交集了 謝忻感慨兩人以前關係明明還算不錯 不懂對方為何如此不留情面 現在鬧成這地步除了覺得荒唐也有部分難過的心情 小甜甜面對控訴也在貼文底下回擊 表示自己並沒有要轉移焦點 謝謝你貼出對話讓我知道謝忻一直很不爽 但我是不是一直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你難過沒怪過你 你要不爽我什麼 狗狗的離開是事實 小甜甜甚至還曬出當年愛犬的遺體照 讓許多網友快嚇傻 大家紛紛喊話希望現在在小甜甜家的狗狗同好 可以趕快被救出來 還有人問小甜甜狗呢 小甜甜也回應狗狗在睡覺並曬出他們的照片 小甜甜更指控謝忻當時覺得下雨沒那麼熱就把冷氣關掉 但沒想到法鬥那麼怕熱所以熱衰竭 謝忻則回應我有問甜甜說我把冷氣關掉 而對方也同意表示開水冷扇就可以 因為他說整天開冷氣很貴 沒想到第二天中午過去後就發現狗狗身體僵硬 他也提到醫生的說法 緊接著小甜甜提到幾年前的某次錄影時 謝忻不爽自己與簡凱樂 聽說謝忻跟陳怡是好朋友 如今竟然跟陳怡一起痛罵他 小甜甜不禁怒嗆現在是要大家把所有的事情拿出來講是嗎 所以你在跟我講誰誰誰的同時我挺你 你同時在另一個人背後講我 至少現在堪親還算早 反正的閨蜜小甜甜似乎變成最熟悉的陌生人 兩人因為合作戲劇同台出席記者會 啊就算坐在隔壁也幾乎全程領互動 我們背對背擁抱 濫用折磨在抱笑 我看下去就知道我會講太多 因為我很難溝通 其實有一些專業民族的意思 所以對一個中學人來講 其實是滿大的一個累贅 心得就是很挫折 對 也是一個前輩 那你有練習的嗎 是這樣子 就是在拍演戲 但是我跟你講因為 她畢竟是雷霸的女兒 所以相當之下 她還有雷霸這麼大的一個前輩 其實就是自己他來講 我跟雷霸對的是表情 那是想說平輩應該比較好嗎 平輩 你自己跟妳講比較好嗎 會啦 沒有遇到啊 對 因為我們真的遇不到 對 因為我們真的遇不到 對 遇到我喜歡 你現到他沒有對待 像兩條平行線 不交集 我那時候剛開始要演的時候 我有問他 我是完全八點檔是一個人 但是也有很多 你跟我講說 你一陣子就會被 就是會熟 會習慣 其實說我會想這樣 我不會打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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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而已 對 因為我覺得都是搶事 因為我覺得都是搶事 我搶事 對啊 對 因為其實我人生第一次出到 不是第一 人生出到第一檔戲 我也是演雷霸的女兒 然後你現在回頭看的時候 你就覺得 哇 以前的自己好糟糕 但是在這過程中 你一定會慢慢的進步 所以我覺得 這是好事 只要有第一步突破都是好事 對每個人來看 當天晚上 謝忻發文寫道 好像已經夢了什麼時候 萌生清理朋友關係的想法了 也沒有太多捨不得 因為知道自己早已經被拋下 誰在誰不在 也不需要再追究了 迎來網友猜測指的就是 我在甜甜嗎 對此小甜甜獨家回應 三里新聞網 坦言跟很多朋友 都已經鮮少聯絡 現在我的身邊 一定都是同為媽媽的 比較多互動 所以並不是只有謝忻 他們要聚會 說真的我也沒時間了 阿記者會明明大家記者 在專訪她 我在跟馬國畢說話 因為劇中我們是一對 我們跟謝忻真的真的 完全對不到戲 記者又問我 有沒有教她 拜託她演雷虹的女兒 我哪有資格教任何人 然後就突然出這篇文章 根本沒有什麼好回應的 有些人走著走著就散了 有些人看著看著就等了 把過去都在過去 那如果與其說遮遮掩掩 我倒不如用另外一個心態 去迎接一個新的開始 沒錯 畢竟深愛過 對 深愛的節目 對啊 深愛的節目 深愛的師父 我師父中永遠的大哥 所以我會覺得 我們有什麼好忌諱 過去就過去 去一起玩遊戲喔 如果民視願意或者是節目願意的話 我今天練得不錯 玩遊戲是ok 對 而且在車裡面 然後那個是 這次戲裡面的角色是一個 音樂老師 所以我很謝謝民視的安排 對對對 不然我真的就是很陌生 所以至少這個角色可以讓我 稍微放心一點點 可能也相對來講 對我這戲劇新人來說 比較好吧 對 會擔心演反派嗎 會不會擔心演反派 會不會擔心演反派 如果真的演到了 也是要盡全力的 把它詮釋好嗎 有感情戲嗎 我目前只知道是 Faba的女兒 然後有沒有談戀愛我小朋友 但如果有 還是會 想辦法把它詮釋到位 對 你左右應該都是戲劇的前輩 對對對 因為這邊 像余思達 畢哥 甜甜啊 道遠 其實都是戲劇的前輩 也是老朋友 所以其實進來民視的劇組 就是 是開心大過於緊張 因為就是一個回家的感覺 謝忻想當媽嗎 就是聽 就是甜甜這樣分享 你說當媽喔 因為目前還好啊 因為我自己有四隻貓 有貓咪在顧 所以比較沒有這樣的想法 而且現在又接了戲 所以就是 希望可以在事業上 有不同發展的可能 更充實 但對小孩有耐心嗎 有啊有啊 因為我們家有個小孩啊 他現在九歲 妹妹的小孩都是 他現在網課都是我 功課都是我來看 所以其實對小孩算有一套嘛 之前去綠島打工 換樹 然後上低卡 你那時候 怎麼熬過來那個 就不要看了 我就直接 在手機上把那個 那個app 刪除 沒有想到 其實你想開就好了 因為各式各樣的留言 到處都是啊 那你要把它想成是 某些特地人 他們發洩的地方 就是 就跟我們在FB Hall 一樣 是一種情感的抒發 那對他們來講 可能也是 所以就是大家 各自發洩情緒就好 反正我就不要看啊 就是你有想過 會等兩年等這麼久嗎 欸 有 沒有啦 就是 但是 覺得 蠻意外 蠻突然的 因為我一直都沒有規劃 就是在戲劇這一塊 挑戰 但是我是一個喜歡挑戰的人 那我覺得你只要 給我這個機會 你會把它做到最好的 那你演的戲 就是 你會去看那個網友的反應嗎 就演戲部分的 如果是 演戲之後播出的話 我 我會想看 因為那些東西都最真實 所以 看看他們怎麼說 自己在調整 反正應該 在心臟裡面的大科 嗯 那甜甜有什麼 給你什麼建議嗎 就是前輩 因為我剛剛一來的時候 因為也 不是很熟悉劇組啊 然後她剛剛就很熱心 一來就跟我講說 等一下要開劑 會有什麼什麼流程 因為我剛才講 算是陌生 所以甜甜算是我的學姐 在戲劇上 相信她會給我 因為一來就放寬 道遠就一直跟我大家 跟家裡可以吃個茶 對 跟家裡 對 道遠這一塊 對 然後再來就畢哥 畢哥 當然就是不用講了嘛 老老藝藝人了 然後對 對 大家都照顧得非常好 所以算盪心啦 因為都是熟面孔 對 如果在路上 遇到很多廠牌車 只會是 看到B&W 她不就要回 對 白色擦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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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沒有必要 我覺得就是 把過去都在過去 但與其說 睜睜眼眼 我倒不如用另外一個心態 去迎接一個 新的開始 新的回來 終於讓我想到 謝謝 你剛剛在坐下來 就自己講嘛 那如果 因為我想說你們一定會問 重回節目呢 我覺得都看民視安排啦 還是路過大集合錄影的時候 想要進去一下 你會有勇氣進去 我有啊 我是有的 因為畢竟是我 畢竟生愛過 對 什麼生愛的節目 對啊 我生愛這個師父 我心目中永遠的大哥 對 所以我會覺得 我沒有什麼好忌諱 過去就過去 對 而且我也是 我從以前到現在 我也是都滿坦然的 所以我選擇直接面對 所以一起玩遊戲呢 如果民視願意 或者是節目願意的話 我們今天練得不錯 玩遊戲是OK的 對 而且在車裡面 車裡面 好了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你們 辛苦了 謝謝大家 恭喜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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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